如果你現在懲罰做你的事業 就算你不是做生意,你打工的 那就是說你給了一個機會 在外面的市場上找這份工作的人 來代替你 第三個國 這個很重要 大家這麼辛苦做現在 你手上所做的事或者你的目標 那麼辛苦 除了達到你自己的事業上的目標 或者你想有一個追求的時候 這個也很重要 最重要的事是 嘗試吸引人們 所以他們可以做得到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 當你全力做 你想做的事 在你身邊的人 就會被你激勵和鼓勵 因為有什麼是感動得過 你見到一個人在你面前 他是全心全意 是將他所有精神擺上他 就是在他這個職業上 你就會被他每天的進取 那種集中 你感動得到 而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身邊有些人 是在你四周出現 我們走的責任就是 怎樣是 Empower他們 令到他們可以成就 他們的目標夢想 就不只是你自己的目標夢想 所以做一個正面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 你全力追著你的目標 追著你的夢想 散發一種這樣的 推動力和感染力出來 然後當你身邊的人 是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鼓勵他們做同一樣的事 這班是不是屬於極少的人 大部分的人 他都寧願你做不到的 他都寧願你失敗的 因為你的失敗 或者你的做不到 你就不會離開他們這個水平 因為他們是很低的 如果你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就會離開他們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想你成功 但是當你最心裡做你自己的人 你慢慢向上走 你就會吸引到一班 跟你有同一個想法的人 你鼓勵他們其中一班 大部分的人是不動的 但是這大部分人當中 有小部分 他亦都和你和我 或者和Kobe Bryant一模一樣 他是有一個要求 他想有一個人是Mentor 給一個的模樣給他看著 因為他見到你 而你亦都是鼓勵他 你就會把這大部分人裏面的一小撮人 就跟著你的步驟走上來 這一個就是責任 明白嗎各位 現在去到第四點了 已經 從小到大我好喜歡sports 就是我最喜歡籃球 我很喜歡 Boxing Tennis Golf F1 其實我什麼運動都喜歡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 就是我很喜歡競速 我很喜歡比賽的那種感覺 因為運動是一個最真實的一個社會的縮型 好講目標 好講夢想 好講團隊 好講計劃 好講競爭 好講你肯不肯給血汗去訓練 表露無為的 職業運動員 如果你心態弱一點 你馬上輸 你沒有練球 你懶惰 你馬上輸 或者很容易受傷 因為你沒有準備好自己的身體 一無了言 這句話就是 The moment you give up It's the moment you let someone else win 當你一放棄那一刻 其實你已經給了一個機會 是其他的對手會贏你 如果大家在做生意 是一模一樣的 你每個月 你回來的這個數字 就是你那個scoreboard 就等於打籃球 不是有個數字 你現在拿多少分 生意一模一樣 如果你現在懶惰做你的事業 就算你不是做生意 你打工 那就是說 你給了一個機會 在外面的市場 想找這一份工作的人 來replace 如果你做生意 你懶惰了 你以為沒有同一個 差不多的支援 提供你的服務 一定有 所以當你一放棄進取 你放棄進步 你就會給了一個位置的對手 是搶走你現在所有的東西 跟運動是一模一樣 Kobe Bryant 如果他沒有一個的心態 就是我要成為 其中一個最偉大的 籃球員 他放棄這個夢想 這樣很簡單 他不就讓其他 有同一個夢想的人 會是 拿到他的位置 但是他說 我不會 有機會給大家 我知道 我那個天賦 我那個基本功 已經給大家好 但是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我現在已經比你厲害了 但是我更加 是給你勤力 他要將那個距離 永遠要拉遠 令到他的對手 或者他那些 同一個的籃球界的人 是沒有辦法追到他 他很出名的就是 四點半起床練習 球隊八點鐘練習 他每天就會多你三個半鐘頭 一天三個半鐘頭 我當三個鐘 一年365天 那裡有多少鐘頭 一千多個鐘頭 一年 十年呢 三萬多個鐘 他打了二十年 為什麼他會做個禮拜 所以為什麼他去到今天 他過了身 離開了一年 就是因為他肯放這樣的血 他是我其中一個的球員 我會很看見 就是手指甩膠 即時拔回手指 即時撮回 即時比賽 傷了 沒有藉口 我不管那麼多 這個就是分別 你看到 在你身邊 少許不舒服 吃熱 少許不舒服 放棄 少許不舒服 就有藉口 你看到我的分別嗎 但這個是心態 因為那些人 對自己沒有要求 他沒有要求 一點就是沒有所謂 要求你來自目標 你有目標 你才知道自己 應該要求自己做什麼 但那些朋友 就是因為他連目標都沒有 那何來要求呢 所以永遠就在最低 最基層 那個水平浮游 就算天賦有多高 這班人是不會有任何成就 也都不會變成任何一個 人家想 找到你一個英雄 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事情都是心態 所有事情都是你 對自己的看法和要求 從二十多年 從二十多年 到四十多年 為你成為 PALSE